被誉为游走于中西艺术剑客的朱德群 1920年生于江苏的医学世家 由于父亲爱好书画 同时培养朱德群幼年对书法和绘画的兴趣 1920年朱德群出生于江苏的徐州 祖父跟父亲都是医生 他喜欢艺术 朱德群在这个环境下长大自然而如墨然 也受他们的影响 非常喜欢书画艺术 从小引起书法 我想这个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影响很深 1935年进入杭州艺专就读 期间先后巧遇了赵无极 吴冠忠 由于他们三人师出同门 从西子湖畔起步 先后赴发学习 因此被人合称为留发三间课 中学毕业之后 他受父亲的建议 然后考取了当时著名的杭州艺专 林峰棉是校长 韩天寿教国画 吴大宇教西画 除了这几位艺术家以外 还有很多优秀的教授都是留去法国 所以杭州艺专是一所学风开放 自由且多元的艺术学校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 他也随着学校向内地迁移 杭州艺专毕业几年后 杭州艺专毕业几年后 杭州艺专从中国来到了台湾 在台湾深大学任教 在台湾的那几年 杭州艺专其实心中还成了梦想 可以追随他杭州时期的那些老师们 到法国这个艺术最高的殿堂去学习 所以在1955年 他离开了台湾前往巴黎 然后到了1956年 他在巴黎看了一个艺术家 叫尼古拉德斯达耶尔的回顾展 哇 惊为天人 他感受到这个艺术家 他的这种对创作的自由的那种态度 还有自由奔放的精神 所以从1956年开始之后 杭州的绘画风格 就具象转为抽象 1997年中 他获选为史上第一位 华裔法兰西学院艺术学院院士 2006年获班欧洲杰出人才奖章 吴冠中这样形容朱德群作品 远看西洋画 近看中国画 朱德群的抽象绘画 不受远景 近景 具体物像的约束 笔下的色块和几何线条 流入抽象表现主义的意味 而雄伟壮丽的山峰和河流 则又让人想起 中国北宋山水画的风格 他从小研读 这些中国诗词歌赋 然后学习书法 水墨创作等等 而如木软 当然 潜移默化的 也把这些创作的精神和元素 发挥在他的抽象绘画当中 他也受北宋的画家 副析方宽的影响很深 所以常常我们在看朱德群作品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 好像他跟千年以前的画家 或者是千年以前的北宋山水在对话 我想这也是朱德群一直以来也在追求的 那为什么跟朱德群会合作发行版画 就是因为在朱德群还没得到院士之前 那我们都觉得他的艺术成就会非凡 所以我们就跟朱德老师说 要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亲近艺术 喜欢朱德群老师的人 可以拥有他的作品 版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老师也很同意我们的看法 所以我们就跟老师合作 在新的2000年到2008年这中间 发行了33款原创了式版画 那宁静呢 我就借用吴贯忠他所说的一段话 他说朱德群画作里面的主要过程因素是动 每幅画面都是一部运动的和声 我想这个就将朱德群作品画面的动感 然后还有那种宁静的氛围全是都很好 那至于这个光灿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想长期以来 朱德群对赛上的推崇 以及他受林布兰对用色 还有那个光影明暗处理的影响 所以看到朱德群作品 仿佛沉默的色泽 经过光线的穿透 闪如火花 有了一种灵魂在任何困难 都会出窍的高贵和瑰丽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对光线的感受 所以这次展览呢 我们在现场就准备了油画 水粉 书法 瓷器 板画等等各种不同媒材 还不同形式的创作 让喜欢朱德群的人能够再次地 亲近这些经典 然后俊勇怀念 那为什么朱德群有雪景系列的产生呢 1985年的时候 他从法国要飞往瑞内瓦的时候 在飞机上 他看到这个大雪矮矮 覆盖在这些高峰大地之上 他觉得景色非常优美 他被外面的景色所吸引 然后心中就想到他的唐诗那种诗意的境界 刚好这次我们展览现场 也有一件雪景作品是1986年的雪木 用了一些比较淡淡的暖色点 比如说绿色黄色 来衬托这个寒冬底下那种温暖 那从画面当中 其实可以看到他的构图 用色 其实堪称雪景系列当中的精品 那除了这件作品油画以外 版画创作当然 其实在雪景里头也是非常少的 提到我们另外一件版画作品叫银春 它的下笔仓劲有力 就像书法的草书一般 它的韵染像水墨一样 然后颜色丰富 层次多变 所以从银春这件作品 可以让大家感觉到 其实朱德群的是版画的创作 这系列作品 它的精彩程度 不雅于优化的创作 其实我想要传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数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看到朱德群的艺术成就 或许前有古者 优秀的艺术家 但后可能无来者 因为一位艺术家 尤其我们称之为伟大的艺术家 一辈子或几个世纪可能才出那么一位 那我想朱德群就是其中的一位 可以称为伟大的艺术家 所以明山在未来适当的时机 有意义的时间点 在公开让更多喜欢艺术 更多喜欢朱德群的人 能够再一次认识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